我闺蜜很敏感 我没及时回复她消息 她会崩溃地质问我 你是不是有新的朋友 到我喜新厌旧了 我谈了高富帅男朋友 她天天在我男朋友面前说我坏话 林瑶很贱的 她经常和很多男人私混 后来我买彩票 中了一百万 她疯了 开着车朝我撞来 林瑶 我绝道不会让你翻身 你只能过得比我惨 我被她生生拈死 故事开始 再次睁眼时 我看到她正在被室友们谩骂 她蜷缩在寝室角落里 可怜兮兮地哀求着我 瑶瑶 他们都欺负我 你能帮帮我吗 我冷笑 我曹你妈 晦气玩意 你给老子滚圆点 陈小翠 偷吃我麻辣烫还不够 竟然还要往我麻辣烫里面吐口水 寝室里 传来室友贾冰冰的怒吼 你怎么这么恶心啊 陈小翠蜷缩在角落里 低头啜气 我没有偷吃 更没有吐口水 你还死不承认 贾冰冰拿出手机 点开涂裤 怒气冲冲道 你想不到吧 刚才你偷吃的画面 都被我录下来了 陈小翠 你又用我洗脸的毛巾擦脚 你用我毛巾用了七八次 我换毛巾 也换了七八次 另一个室友刘可 他从浴室冲出来 狠狠将毛巾 甩在陈小翠的身上 这次我特意换了醒目的红色 当洗脸巾 可你还用我的毛巾擦脚 你别再和我说 你不是故意的 你 你怎么能确定 是我用了你的毛巾呢 陈小翠已始终低着头 声音细弱蚊虫 请示一共有四个人 除了我 其他两个人 都有可能用你的毛巾擦脚啊 一旁的贾冰冰 忍不住了 你什么意思 是挑拨 我和刘可的关系吗 陈小翠直接就把我抬了出去 那还有林瑶啊 林瑶也可能会拿你毛巾擦脚的呀 前世 她就是这样 趁我不在场 把什么脏水污水 起初室友们是不信的 可后来 陈小翠泼污污水泼得多了 他们也就将信将疑 这时 我用力推开宿舍的门 这是干嘛啊 怎么这么热闹 摇摇 陈小翠全然忘记 她刚才在抹黑我 她看到我 如同看到救星 猛地站起身 双眼含泪 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看着我 他们都在欺负我 你快来帮帮我 她穿着宽松破旧的T恤 照得她干黑又瘦小 看起来格外惹人怜悯 前世 我就是被她装的假象迷惑 我圣母心爆棚 不经过调查 就不顾一切 和室友吵翻脸 我还骂室友 没有同理心 看陈小翠好欺负 就逮着她霸凌 室友笑我蠢 被人卖了还不知 我直接和室友决裂 在外租了个房子 和陈小翠一起住 陈小翠 道我感激T零 她告诉我 她家里很穷 大家都看不起她 只有我是真心到她好 她也只把我一个人当作朋友 后来 她的变态占有欲 越来越强 一旦我没有及时回复她消息 她就会崩溃 拿着刀要闹个杀 我把你当成我的唯一 你怎么能有其他朋友 她就像是伪装完美的阴毒蜘蛛 织了一张蜜而牢固的网 缓缓将我锁死 我渐渐没有了朋友 做任何事情 都必须得给她报备 后来 我好不容易谈了个男朋友 竟还被她给撬走 我意识到不到劲 想要挣脱 陈小翠一怒之下 开车把我活活撞死 她撞我的时候 刚拿到驾照 倒车技术还不熟练 我至今还记得 她倒车碾压在我身上后 又下车重新看我 我多为她是害怕了后悔了 准备把我送医院了 却没想到 她将我拖到车轮后方 脸色争鸣地说 林瑶 你只能过得比我惨 我的脖子 被厚重的车轮 硬生生碾断 想到前世死亡的场景 我又怒又恨 瑶瑶 陈小翠见我没动弹 扯了扯我的衣袖 可怜兮兮道 他们一个抹黑我 一个还想伤我巴掌 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怒气上冲 狠狠推了她一把 我曹你妈 晦气玩意 你给老子滚远点 瑶瑶 他们都在欺负我 你也开始欺负我了吗 陈小翠被推倒在地 她满脸不可置信 一双眼睛通红 眼里蓄着晶莹的泪花 你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 嫌我是农村人 觉得我拖累你了 她身子瘦弱 眼眶里的泪水 半掉不掉的 让人难免心生怜悯 换做前世 我肯定会慌忙向她道歉 并为了讨好她 与室友吵得翻天覆地 但现在 我紧瞥了她一眼 别拿农村人当借口 你要没往别人犯里吐口水 没用别人毛巾擦脚 室友会骂你吗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 你让我感到恶心 多厚离我远点 陈小翠被我骂傻了 她愣了好几秒 眼神中浮现几分怨色 忽然猛地爬起身 指着整个宿舍的人尖叫 你们合伙霸凌我 我要告诉辅导员 她哭哭啼啼地跑出宿舍 哟 你之前不是使劲护着陈小翠的吗 假冰冰涂着指甲油 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怎么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 你竟然不保她了 我面无表情地 坐在各级座位上 多钱算我眼瞎 现在我眼睛好了 有可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你眼睛怎么好的 是不是亲眼看到 陈小翠勾搭你男友了 我沉默着 我与我男友唐月 每次约会时 陈小翠都得跟着 有一回 她穿着个透视路胸衣 各顾个坐进副驾驶 还装头晕 把头靠在我男友的腿上 唐月很反感 几次要把陈小翠踹下车 陈小翠哀求着我 瑶瑶 我们是好闺蜜道不到 你觉得不会抛下我的事吗 她的道德压迫 使我心有不仁 我冷着脸 向唐月表示 你爱我就得接受我闺蜜 如果你让闺蜜走 那我也走 唐月叹着气 说我是金字塔里的公主 太单纯了 识人不明 爱 其实唐月说得很委婉 我不是单纯 我是纯 晚上 陈小翠灰溜溜地回来了 多前她也找过辅导员 污蔑过室友 说看不起她 当时辅导员很重视 把我们几个照到办公室 劈头盖脸弄骂一顿 陈小翠很得意 别多为我是农村来的 就是好惹的 我告诉你 惹极了我 我向辅导员告状 让你们都毕不了业 后来 只要室友们与她有过一点口角 她就立马找辅导员 但大家都有了准备 贾冰冰拿出陈小翠 在寝室小偷小摸的视频做反证 辅导员也就再不理会陈小翠了 瑶瑶 我知道 白天你不是故意推我的 我不计较 我们多后还是好朋友 陈小翠拿着一块面包 小心翼翼地朝我递过来 我晚上都没吃饭 特意去蛋糕店 买的最贵的面包 给你吃 我瞥了一眼这块面包 上面散发着几分臭味 姐包装上标签被撕掉了 显然 这是她从自校蛋糕店附近的 垃圾桶里捡来的 我冷冷地看着她 陈小翠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说了 你离我远点 陈小翠满脸迷茫与疑惑 瑶瑶 多前 你再怎么生气 只要我送了你面包 你都会原谅我的 为什么你现在 你当我这么狠毒啊 多前我会碍于情念 强忍着厌恶与反感 一口一口 将她从垃圾桶里 捡来的发霉面包吃下去 可现在 我呵呵了 她既然不顾我健康 让我吃垃圾 我不请她喝滴滴味 已经算到她仁慈了 我将面包狠狠扔在地上 一字一句道 陈小翠 你他妈再到我阴魂不散 就别怪我删你 第二天一大早 男友唐月 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宝贝 我来找你了 听着她充满词后的声音 我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正要起床的时候 忽然感受到 上铺一阵地动山摇 陈小翠急忙爬下床 又抽出床铺底下的行李架 从里面拿出一套 白色的连衣裙 一定是睡到下午三点才起 可现在 我刚接到唐月的电话 她就迫不及待地 拿出夏天的连衣裙装扮上了 陈小翠 你冷不冷啊 一旁正在洗脸的刘可 实在忍不住提醒一句 今天12度 你穿夏天的连衣裙 会动感冒的 陈小翠哼吃一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觉得我是穷人家的女儿 就不能穿连衣裙了 刘可无奈地翻着白眼 我不慌不忙地起床 刷牙洗漱 换上衣服 才走出宿舍 在宿舍楼道里 陈小翠拱着身子 来回搓着胳膊上 已经冻得清紫了的皮肤 但当她看到我后 立马挺直腰肢 拿着手机装模作样的 背起英语 我到她视而不见 静止走下楼 宿舍外面 唐月穿着一件黑色牛仔裤 和铜色系的风衣 手拿着一束蓝玫瑰正等着我 她是隔壁自笑的体育生 却很懂浪漫 每次来找我的时候 都会给我送一束花 周围路过的童子们看到 纷纷眼冒红星 小声嘀咕着 哇 她真的好帅啊 真不知道是哪个女孩 这么幸福 能成为她的女朋友 我真的好想亲亲 这张帅嘴啊 你不怕等下 她女朋友下来 扇住你嘴 她女朋友 我好像见过一次 长得 嗯 好像不是很好看 我尽量无视童子们的 窃窃私语 刚抬起手 想向唐月打招呼 我在 阿月 我在这里 一个惊喜尖锐的声音 突然打断了我 下一瞬 陈小翠提着白色裙摆 狠狠撞了我一下 迅速朝唐月飞奔了过去 她像是一头白裙猛虎 冲到唐月的身边 个来熟一般 挽住她的胳膊 娇滴滴道 阿月 你怎么又来找我了 唐月猝起眉头 面露不悦 下意识推开陈小翠 但陈小翠 却紧紧缠住她的胳膊 仰着头 故作天真的嬉笑着 阿月哥哥 你这么早来找我 是不是想带我去看演唱会啊 我才看见唐月的手里 正捏着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她捏得很用力 几乎要将门票给撕碎了 卧槽 这也行 这男的是真不挑食 阿 我不想活了 这你的哪里好了 这男的 为什么看上他呀 周围的童子 纷纷朝陈小翠 投去羡慕嫉妒的眼神 我真的不能理解 这男的这么帅 他 他女朋友 简直就是母恐龙啊 我实在不能忍受 这么帅的脸 被那女人这么肥厚的嘴唇亲啊 这群人的声音 不仅没有使陈小翠个悲 她反倒愈发得意 她的头几乎要塞进唐月的胸膛里了 夹着嗓子 嗲嗲道 爱月哥哥 看完演唱会后 你再陪我去海边散散步好不好啊 我站在宿舍大门外 冷冷地看着陈小翠 每次唐月来找我的时候 陈小翠都第一个冲上去 各种搔手弄姿 表现得极度热情 最开始 我委婉地说 唐月是我男朋友 她还是收脸一点比较好 但陈小翠却一脸比一地看着我 她说我小气 不懂得分享 然后还将 闺蜜之间应该亲密到连男人都要分享 的读文章发给我 我与她长期相处 个然被她成功 扑耳 但唐月是个暴脾气 每次都骂陈小翠 你长得比我家狗还丑 但你的饥渴模样 比我家太迪还过分 你干嘛挨着我 你是不是人胎狗脑 她骂得又恨又毒 使陈小翠恨不得找地奉钻进去 陈小翠转头回到宿舍 就气急败坏地骂我 说我不是她的真闺蜜 不是真心到她好 于是 我就到唐月发出警告 我说 如果唐月敢再骂陈小翠 我就与她分手 唐月爱我至极 因而也就几番容忍陈小翠 你见不见啊 这是我男朋友 我走上前 扬起手 直接在陈小翠脸上扇了一巴掌 你要实在缺男人的话 你和我说一声 我给你介绍 唐月立马会议 她拿出纸巾 擦拭着被陈小翠碰过的地方 脸上满是厌恶 你真是个狗皮膏药 我怎么推都推不开你 陈小翠懵了 她捂着被上红的脸 不可置信地盯着我 瑶瑶 你 你怎么能这么到我 看吧 她之前不断扑傲我 因此笃定 在大家都注视着的情况下 我不会为难她 反而还会给她台阶下 可前世那个任由她揉捏的蠢货 已经死了 我现在是扭骷髅 林瑶 我说长得这么帅的一个男的 怎么可能会找一个母恐龙做女朋友 她长得丑不是错 错的是 她分明不是帅哥的女朋友 竟然还不知廉耻地贴上去 我从未见过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周围嘲讽陈小翠的声音 蜂拥而至 我觉得这女的特别想要男人 特别饥渴 她要是去夜总会 肯定如鱼得水 哈哈 她还上赶着的样子 夜总会的男人见了都害怕啊 在阵阵潮水般的嘲讽中 陈小翠咬着唇 眼神恶毒地瞪了我一眼 林瑶 你等着 我亲密地靠在唐月的肩膀 与她食指向扣 笑容挑衅又肆意 陈小翠 你感到难堪了是吗 不好意思 这仅仅只是开始 我曾被陈小翠寸寸碾碎皮肉 生生折磨到惨死 现在 我要将我曾受过的伤害 一点点全部还给她 瑶瑶 你怎么一下子变聪明了 唐月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多前我稍微说两句陈小翠 你就各种生气 各种和我闹分手 我仰头凝视着唐月 她道我真的非常好 大冬天的准时不悟地 给我送早餐 碰到我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 她会努力兼职挣钱 买门票邀我去看 不管我做任何事情 都会无条件帮助支持我 可我却相信了陈小翠的挑拨 陈小翠几乎天天在我耳边和我说 唐月长得太帅了 我把握不住她 她先把我弄得不个信 又说 唐月是个渣男 背着我在另外的校区 还有好几个女朋友 最开始 我会向唐月质问 唐月将她的手机放在我掌心里 她真诚地看着我 瑶瑶 我只爱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找其他女人 你可多看我的消息 一旦发现 我和别的女生有暧昧 那我保证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我翻看她的手机微信 却看到陈小翠给她发的消息 阿月哥哥 我好喜欢你呀 阿月哥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领阳很贱的 她背着你 勾搭其他男人呢 阿月哥哥 你为什么不理我呀 阿月哥哥 你看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 她还给唐月发了一张个拍照 照片中 陈小翠拿着被子盖住个挤半路 未露的身体 当时我气到发抖 扭头将聊天记录 发到陈小翠的微信上 问她怎么回事 陈小翠哭哭啼啼地告诉我 她这是帮我试探唐月 看看唐月是不是渣男 她的眼泪使我的圣母心又泛滥了 我告诉她 我查看了唐月的所有聊天记录 唐月没有做到不起我的事情 陈小翠直接将一张 唐月和女孩进出酒店的照片 发给了我 我当场崩溃 坚定又果决地向唐月分手 唐月慌忙向我解释 说那女孩是她的姐姐 可我却听了陈小翠的谗言 并不相信 瑶瑶 你怎么了 怎么一直不说话 此时 唐月轻轻捋了捋我额前的刘海 有点紧张地说道 你 你不会又是因为我刚才骂了陈小翠 现在开始生我气了吧 多前事我不懂事 总是不相信你 甚至还辱骂你 逼你和我分手 但现在 我真的很感激你 感激一直都陪伴在我身边 我摇摇头 点起脚尖 亲吻在她粉色的唇瓣上 唐月 我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 晚上八点钟的演唱会 我与唐月手腕着手 幸福地听着喜欢的歌曲 这一刻 室内灯火璀璨 乐曲动人 露天的座位上面 群星闪烁 夜色迷人 我靠在唐月的肩膀上 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快乐时光时 前方硕大的电子显示屏上 出现一张熟悉的人脸 是 陈小翠 我有点纳闷 她怎么跑这来了 她不会还到唐月阴魂不散 念念不忘吧 在舞台上的当红男明星 穿着一身黑色的流苏舞台服 微笑着到大屏幕中的陈小翠说道 这位美女 请问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陈小翠显然是第一次露脸 她拿着麦克风 激动到语无伦次 不是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男明星只向陈小翠 临坐的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说道 那旁边和你牵手的人 是陪你一起来的吧 他是你的谁 是你的父亲吗 陈小翠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凝固了 她迅速抽回 放在中年男人掌心的手 慌忙道 不 不是 在她身旁 挺着大肚子的男人 有些不乐意了 她撅着嘴 使劲亲在陈小翠的脸上 大声道 我是她男朋友 这话一出 立马引起周围人的喧哗 哎呀 这人是我校友 早上的时候 我还看到 她跪舔帅哥 怎么现在又进老男人怀里了 这男人看起来又老又臭的 这女的和她在一起 是图她年纪大不洗澡吗 很简单啊 这女的被包养了呀 陈小翠仗红了脸 她使劲低着头 怎么也不肯说话 我忍不住笑了 来这里看演唱会的 大多是附近高校的自生 估计陈小翠很快就要火了 她被老男人亲脸的画面 会被记录拍下 并被转发在各个自校群里 成为大家聊天吃笑的谈资 周围人的谈论比一声 陈小翠这下是听进去了 她越发觉得难看 推开旁边的老男人 不等演唱会结束 就打算离开 但老男人怒了 猛地抓住陈小翠的头发 这票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你走这不是浪费了吗 哈哈 陈小翠周围座位的人 捂着嘴 发出了哈哈的讥笑声 这下她是彻底丢人丢到家了 此后 陈小翠安分了许多 没了她的打扰 我与唐月的关系 个然是越来越好 这天 我们在自校附近的 步行街逛街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个卖彩票的小摊 我的思绪 一下子拉得很远 前世 我在陈小翠的蛊惑下 与唐月分手 唐月因而去了国外 再无消息 后来 我本想考研 却因为陈小翠一句 她家里没钱 想着让我陪她一起工作 我只好放弃考研 并与陈小翠 在同一个公司工作 我们公司的老板比较迷信 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棵 生长茂盛的发财树 陈小翠不知怎么搞的 趁着老板不在办公室 非得溜进去看看 然后 他给发财树浇了很多水 活生生给浇死了 老板大发雷霆 陈小翠甩锅到我头上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解释 直接被老板开除 被辞退后 我也不觉得有多难过 反倒莫名 有点小开心 在回出租屋的路上 我顺手买了一张彩票 结果 中了一百万 陈小翠得之后 理直气壮地朝我伸手 你得把这一百万全部给我 如果不是我的话 你根本不会被辞退 也不会中这么多钱了 我多为她 是在和我开玩笑 就说 请她吃饭 晚饭结束 陈小翠再次固执地要求 我把一百万给她 我拒绝了 她暴怒起来 开着一辆破旧的小车 狠狠朝我撞来 那种厚重轮胎撞击 碾压身体的痛苦 使我浑身直冒冷汗 瑶瑶 你怎么了 唐月看出我的不到劲 轻轻拍着我的肩膀 你是不舒服吗 我们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我大喘了几口气 勉强露出几分微笑道 没什么 唐月 我现在心情好 我们去买一张彩票吧 唐月见我确实没什么异样 这才放下心来 我们在彩票摊前 买了一张面值一百块的彩票 唐月还问我 只买一张吗 要不要多买一点 我摇了摇头 买着完的 要是买太多的话 不就是赌博后制了吗 在我们拿着卡片准备刮开的时候 不远处 一个白色的沾着你点的小车 意外地闯进了我的视线 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 我死都忘不了 前世 陈小翠就是开着这辆车 撞死我的 只是 前世陈小翠撞我的时候 我已经毕业了 怎么现在前世的剧情 开始提前了 我心里略微有点疑惑 忽然我又释然了 现在我已经重生 所多 前世所有的不幸 不管怎么提前 我都有能力一一阻绝 只听碰的一声巨响 那辆小白车撞倒了一个小摊 小摊的老板当时不乐意 指着驾驶室里的陈小翠 开始骂了起来 你会不会开车啊 我这里摆的都是玉镯子 你看怎么赔吧 周围的人群 也搁动地围绕着小车 开始嘀嘀咕咕 小姑娘爱 你不会开车 你就别开啊 你这技术 万一撞死人了 那可怎么办 陈小翠坐在里面 面如土色 我冷冷地望着他 前世 他撞死我的时候 眼睛里可没有半点害怕 当时他的眼神是那么兴奋 残忍 嗜血 摇摇 身旁的唐月 忽然兴奋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摇摇 你好像 好像中奖了 我愣住 下意识地看向手中的彩票 才注意到 刚才我手指太用力 指尖竟然将其中一个封膜层给刮开了 而上面醒目地写着数字20万 老板显然也很兴奋 他忍不住拿起手机开始拍照片 哇 你实在是太幸运了吧 我将彩票的其他部分全部刮开 上面只显示最开始的中了奖 但也足够了 唐月握着我的手 瑶瑶 你这双手真是服刑手啊 一选一刮就中奖了 我笑笑 也是你陪我一起买的 等我们对了钱 我分你一半 唐月连连摇头 这是你选的 钱肯定都是你的 我们离开了摊位 准备回自校 这时 陈小翠打开车门 猛地朝我跑来 瑶瑶 救救我呀 她的眼泪就像是不要钱似的 挖地一下掉下来 我被人讹了 她叫我赔二十万 瑶瑶 求你救救我吧 我忽然有点想笑 她需要二十万 而我刚好中了二十万 莫非上天开始试探我 看我还会不会圣母心发作 救她 瑶瑶 你一定不会到我 见死不救的道不到 陈小翠见我没说话 伸手抓住我的胳膊 急促地说道 你这么善良 看到马路上的狗受伤了 你都会帮助 更何况 我们还是室友 你肯定会帮助我的 她又再次使出 她的道德绑架招数 但现在我已经免疫了 我用力地推开她 我只帮助狗 但你又不是狗 陈小翠的脸色变得惨白 身后的摊主 和周围的吃瓜群众 再次包围住了她 摊主不耐烦地说道 你再不赔钱 就别怪我报警了 陈小翠一下子 就变得特别紧张 她又慌忙 搂住摊主的胳膊 娇声 别报警 我求你了 只要你不报警 你让我怎么样都可多 她话还没说完 只听到人群中 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 这是我爸的车 一个脚踩长筒黑色皮靴 穿着迷迷短裙的女人 冲了过来 卧槽 你这人 你开我爸的车干什么 陈小翠吓得呆志住 说话都开始结结巴巴 我 我 爱 她不是前两天在演唱会里 被爆出来 被包养的那个女的吗 迷迷短裙女孩的朋友 忽然拿出手机 点了几下 到她说道 卧槽 卧槽 你把她包养了这个女人啊 女孩看到手机上的照片后 眼睛里浮现几分狠力 她抓住陈小翠的头发 扬起手就扇了下去 我说 我爸怎么最近不回家 而且给我的钱 也越来越少了 原来是你这个贱人 在勾搭她 你他妈看起来 都和我一样大 怎么这么贱 竟然勾搭我爸啊 你给我去死 女孩越说越愤怒 猛地将陈小翠推倒 坐在她身上 高举着手 倒着陈小翠的脸 左右开弓 陈小翠被打得蜷缩在地上 但周围却没有一个人 伸手去帮助她 她抱着头 从手臂间的缝隙中哀求地盯着我 瑶瑶 我快被打死了 你快救救我呀 我转身就准备离开 前世 陈小翠不仅勾搭唐月 还有勾搭其他男人的习惯 可多说 只要长得帅 多挤给她钱花 只要男人占据了这两条 陈小翠就会迫不及待地倒贴 前世 倒陈小翠和好几个老男人 勾勾搭搭的不良嗜好 我也有所听闻 我还好心劝她 让她好好自习 别总做些不三不四的事情 但陈小翠却倒打一耙 她把她与老男人的合照 辟成了我的照片 并且 还在自笑的各个群里 都匿名发了一遍 那一会儿 所有人都戴着有色眼镜 到我指指点点 甚至 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有男人直接找上我 说一个月给我多少多少钱 要包养我 我又愤怒又委屈 当场决定报警 可陈小翠却阻拦我 她说 一旦报警的话 那我的家里人也会知道 到时候 我身上的污点 不就更大了吗 前世我一直脑子犯唇 竟然就真的听了她的话 当时我还不知道 是谁在暗害我 直到我被陈小翠开车撞死 她面色争鸣地看着我 林瑶 在当时全校都在传 你被老男人包养的时候 你就应该死了 将死未死的那一瞬 我才知道 幕后黑手是陈小翠 啊 求你别打我了 陈小翠被老男人的女儿 打得厉害 她抱头哭泣着 那玉琢子的摊主看不下去 报了警 步行街是闹市区 警方很快就到了 结果警察稍微调查一下 发现陈小翠 不仅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 甚至还无证驾驶陈小翠 被警方盘问时 他抓着警察的手 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哀求着 警察哥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无证驾驶的 我多为我会开车了的 这段被我拍成了视频 并匿名发在了自校群里 陈小翠 前世你怎么到我 今生 我原模原样地还给你 把视频发送到群里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犹豫的 可下一秒 我忽然觉得 前世 陈小翠招招招害我 每一步都险些 将我害死 我也彻底想明白了 要想不再重蹈前世的覆辙 我就必须要狠毒出击 让他身败名裂 最终 陈小翠因为无证驾驶 被警方拘留了15天 他从拘留所出来的当天 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他说想和我在自校不远的 废尾楼附近 好好谈谈心 前世 我就是被碾死在 废尾楼旁边泥地里的 我又眼皮开始狂跳 心里莫名感到有点不安 陈小翠刚从监狱出来 他心里肯定充满了力气 他约我 必定是想弄死我 几番犹豫后 我还是决定赴约 今天 我可多拒绝他的邀约 但我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这一次 我要亲手拆除 他这个定时炸弹 晚上十点钟 陈小翠准时出现 他竟还开着那辆 破旧的白色小车 他坐在驾驶室里 咬着嘴唇道 瑶瑶 就因为你不把钱给我 导致我被小摊老板纠缠 害得我坐牢了 你知道吗 这会影响我毕业的 我淡淡地看着他 你已经吃过一次 无证驾驶的亏了 为什么还开车 陈小翠沉默了一会儿 双眼忽然溺出泪水来 他惨兮兮地说道 瑶瑶 你把我害得很惨 但我不怪你 我现在只想求你 求你给二十万给我 小摊的老板 他执意要我赔钱 你知道的 我身上没有钱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笑了 陈小翠 你几次勾到我男友 还各种抹黑我 竟然还叫我给钱给你 你就真当我是个傻子吗 陈小翠的脸 忽然变得阴狠 他咬着牙齿 一字一句道 你给还是不给 我没理会他 转身离去 身后 陈小翠疯狂嘶吼 你把我害惨了 我也觉得 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个贱人 你给我去死啊 一阵汽车轰鸣声响起 我扭过头 看到陈小翠 面色猙獰的开车 朝我撞了过来 我尖叫着 不要 陈小翠笑容扭曲 你给我去死 我要把你碾成碎肉 眼瞅着即将撞上 我的时候 汽车轮胎骤然漏气 怎么也开不起来 陈小翠用力 拍打着方向盘 怒吼着 怎么回事 这时 唐月开车来接我 我收起刚才 故作害怕的面容 十分冷静地上了车 路上 唐月心有余悸地说 真是吓死我了 哪怕我知道 汽车轮胎会漏气 我还是很担心你 瑶瑶 你答应我 多厚再也不能多身犯险了 我点了点头 在赴陈小翠约之前 我已经悄悄 从包养他的老男人手里 买下了这辆车 并请修理师傅 在汽车轮胎上 做了手脚 这次赴约 有惊无险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陈小翠这才知道 他火了 他在拘留所期间 他与老男人 看演唱会的视频 多集在步行街 被短裙女孩 暴打的视频 在自笑群里疯传 陈小翠一儿也成为了 自笑小有名气的名人 当他再次回到自笑的时候 自笑里的童子们 纷纷到他面露鄙夷 他倒也是聪明 借着黑红 直接开启直播 他每天在宿舍里 倒着手机镜头 惨兮兮地说 你们都冤枉我了 我不是被包养的 我是被强迫的 那个老男人 他说他喜欢我 如果我不跟他 我就会被他打死的 弹幕中 有人质问陈小翠 既然他强迫你 那你为什么还开他的车 陈小翠支支吾吾的 他逼我开车的 他说我不开车 他就打死我 广大网友纷纷骂他 可是越骂 他的人气就越是火 有很多人竟然给他刷礼物 陈小翠也彻底摸到了门路 天天在直播里哭惨 我过得惨啊 因为我是农村人 宿舍里的人都排挤我 看不起我 大家都知道陈小翠的品厚 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 就辱骂室友 反倒说 所有室友都排挤你 可能是你有问题吧 贾冰冰看到陈小翠抹黑我们 忍不住加入弹幕大军 怒骂道 我们排挤你 分明是你偷吃我的饭 还吐口水 还乱用别人毛巾吧 陈小翠直接把贾冰冰拉黑 不久后 陈小翠的热度开始降低下去 他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团团转 这天开播的时候 他在直播间里说 今天我要报一个密 我本来有一个很帅的男朋友 但我是有他霸凌我 抢走了我的男朋友 随后 他在直播中打开手机 展现出几张照片 照片第一张是他与唐月的合照 第二张是我和唐月的合照 我简直气笑了 当时 我和唐月去海底捞吃火锅 陈小翠非得跟着 还要坐在唐月身边 拍照片 但广大的网友并不知道真相 有了照片为证 大家纷纷开始指责我 陈小翠的热度再次起来 他十分得意 假装成为受害者 一边哭着 一边 不小心 将我的电话号码 录在直播里 一时间 我收到无数的谩骂短信 多急电话轰炸 校园网也因为网友 到我们两个的谩骂而沦陷了 唐月连夜发了声明 我有始至终 只有林瑶一个女朋友 跟陈童子并不熟 但这条声明 却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 你个渣男 喜心厌旧 你给我去死 假冰冰与刘可 很是愤愤不平 陈小翠这个婊子 居然这么给你泼脏水 瑶瑶 你马上报警 我却无比平静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没几天 陈小翠的热度一再上升 很多品牌方都找他签约带货 甚至有个超级大的网红公司 还与他签约了 签约后 陈小翠特别兴奋 拿着合同 向室友们炫耀 多后啊 我就是超级大网红 一个小时挣几十万 而你们却是蝼蚁 一个月拿着苦哈哈的三千块 假冰冰气不过 杨起手给陈小翠来了一巴掌 你见不见啊 你分明是抹黑我们 踩着我们肩膀上去的 你太恶心了 给我滚出寝室 陈小翠不仅没有任何躲闪 反倒还拿着手机 录制视频起来 然后 他将他挨打的视频 发在了他的主页上 很快 假冰冰被网爆 眼看着陈小翠 即将混得风生水起 我将之前整理的 陈小翠当小三 抄论文 多急 最重要的 开车到我的蓄意谋杀 谋杀未遂的事情 全都发到了网上 并报了警 网上舆论一片 大家纷纷骂陈小翠 恶毒心肠 并给他留言 让他去死 网友骂得太狠 导致陈小翠一开直播 就被举报 网友们的抵制 网红公司要求解约 他不仅面临着 警方的盘问调查 还面临大额的违约金 多急警察的逮捕 和法院的审判 最终 他因杀人未遂 被判十年的有期徒刑 此后 陈小翠彻底 从我的人生里消失了 八年后的某一天 我与唐月结了婚 婚礼上 贾冰冰告诉我 陈小翠出狱不久 又再次入狱 第一次出狱时 陈小翠要赔偿 大网红公司的违约金 为了还钱 陈小翠走了一条 最快却最危险的路 他卖身拍黄片 还把黄片散布出去 高价卖出 最终 他因为传播色情淫会视频 又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婚礼上 主持人问我 愿不愿意嫁给唐月为妻 我深情地说 愿意 重活一世 我活得很好 这一世 我与唐月 将会永远幸福快乐 番外 陈小翠 我叫陈小翠 我出生在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 我爸常年酗酒 我妈天天打麻将 我与妹妹经常没饭吃 但我的哥哥却整天都有鸡腿 我在家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 像保姆一样照顾着家里的一切 18岁那年 我考上了大字 可我妈却要把我卖给同村的瘸子当老婆 于是我勾搭了来村里采购橘子的男人 求他给我点钱 让我能够上大字 在大字里 我认识了很多人 其中一个就是林瑶 他穿得很好看 像个小公主 他人也还不错 道我很好 与我成为了好闺蜜 可是我很妒忌他 凭什么他有这么好的家庭 而我却满身泥泞 我控制不住的 在室友面前抹黑林瑶 但室友都不相信我 就因为林瑶是个城里人 他们都相信林瑶我心里更恨了 我要报复林瑶 于是我勾引他男朋友唐月 林瑶冷着脸 讥讽着骂我 说我很贱 那一瞬 我忽然发现他变了 我多为他 还是任我拿捏的软柿子 没想到他直接变成了一根刺 扎进我的心口 我发誓 我一定要过得比林瑶好 我不想苦哈哈的读书 那样挣钱太慢了 我想勾搭富二代 一跃成为人上人 可我长得不好看 富二代不喜欢我 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找了个老男人 老男人很变态 各种殴打我 那天 我气不过 开车想要散散心 却不想 撞到了额钱的摊主 在我最倒霉无助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林瑶 他手里拿着一张彩票 隐约间 我瞧着 好像是中了二十万 我真的好嫉妒他 他凭什么那么幸运 中这么多的钱 我叫林瑶给二十万帮我 他却扭头就走 他害得我被当街暴打 还被拘留 我更恨他了 我想要他死 那晚上 我真的想着 要与他同归于尽 却没有想到 汽车车太坏了 我本多为 林瑶会报警 会抓我坐牢 没想到他竟然息事宁人 呵 他还是那么胆小怯懦 而我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我意外火了 赚了很多钱 那段时间 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还与大网红公司签了约 就在我多为我即将成为人上人的时候 林瑶将我撞他的视频 发在了网上 并报了警 他给了我致命一击 他让我从天上 彻底跌落泥潭 铁窗十年 我时而绝望 时而到人生充满希望 我觉得 只要我能出去 我肯定还会越混越好的 到时候 我要狠狠羞辱林瑶 可我万万想不到 刚出狱 我就面临着网红公司的天价违约金 不得已之下 我决定拍黄片 可我再次受到惩罚 这次是五年 啊 我的人生 有一大半都是在牢狱中度过的 我这一生 真的灰暗而毫无希望 五年后 我出狱了 网红公司滋滋不倦地找我要违约金 我站在高楼上 一跃而下 砰 我摔成了一滩肉泥 死亡的感觉很痛苦 但被周围很多人包围 观看着的感觉 却莫名让我觉得很舒服 我想 我的死估计会再次使我上热搜吧 只可惜 我 再也享受不到热搜带来的 红利了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